第五十三集 回到第五十三集的《神神秘秘》 我們今天繼續有 零數 Yvonne和我Angela 我們今天會繼續講零數學 上兩集我們就講過介紹 上集就很精彩了 我們講了一二三四 基本上我覺得我停不了口 我想繼續問 五號人又會是怎樣的呢 我講過五是把四的和諧打破 如果你的生活很安穩 為什麼你會想打破它呢 為什麼我想打破它 如果你的工作很安穩 什麼情況下你想打破它呢 我要… 假設我要有新的發展 我想賺多些錢 我不喜歡我現在的工作環境 如果上述那兩件事都不是 一個人很安穩的生活 是想打破 或者很安穩的家庭打破 很安穩的關係打破它 或者是沒有第二份工作 我都想解鎖它 我想衝出去 什麼原因呢 做不到你想做的事情 還有沒有 你改變了 五號其實是很想向外衝的號碼 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他永遠都會在 安穩裡有一種向外衝的衝動 即是說五號人呢 他有一份好功 樣子都很好 他還有一股衝動 要向衝 或者是 其實他是對外面的世界很有好奇心 嗯 包括感情 嗯 他經常有這股衝動 很想去打破現在限制僵域性的事情 嗯 所以呢 當然有時會做 有時會不做 但是呢 這就是五號人很多時候的矛盾 我認識一個五號人很有趣 他就是 他有一份工作已經各樣都很好 其實剛才剛才你一說 我就想起四號人和五號人 譬如說 這個五號人他有一份工作很好 有個頭盤監察來找他 可能我猜四號人就會 他專門外的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說就不用說了 除非我知道我一個新的提供 是令到我的生活更加穩定 OK 但是五號人呢 他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聽了 先看了先 先看了先 是不是這樣不一樣呢 沒錯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會 做技術的行動 也不一定 他不斷可能去提供他的極限 或者提供你的極限 他喜歡提供的 經常試那個極限 經常都很想掙扎 所以五號人容易抱怨 抱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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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還有五號人是不喜歡局促的感覺 不喜歡局促的感覺 對 不喜歡局促的感覺 所以我經常說 自由的感覺 對五號人很重要 但是我們生活 也有不同的規則和規條 還有五號人的原則性很強 原則性很強 為何原則性很強 他是有很多理論的 因為你看到五號是由四號出來 四號是否很堅固的 平平我問他裡面有很多規則和規定 五號人其實某程度上知道什麼是規矩 還有他是一個很有規矩的人 很有趣的 有些五號人來上塔羅牌堂 他經常問我 左手抽還是右手抽 由左邊掃過去還是右邊掃過去 他經常問我規則是什麼 但是他想破壞規定 不是 他很想知道那條規矩在哪裏 反而不是四號人 他喜歡守規矩 反而不是四號人 是五號人 四號人 五號人都會 OK 四號人都會 但是五號人經常想知道那條規矩是什麼 他很想知道我不是在做不對的事情 但是某程度上他又需要自由 那不是很矛盾嗎 非常矛盾 所以有些五號人工作上很守規矩 感情不守規矩 有些就是感情很守規矩 可能在食物上很不守規矩 他竟然有一番要讓他感受到我是自由的 OK 所以五號人是 而且五號人是超級極度負責任的 這件事我也聽你說過 是啊 因為他要做好 我不是告訴你我認識那個五號人 他媽媽的電話費 家人的電話費 女朋友的電話費 阿高的電話費 都是他負責的 是的 他的負責任是超過錶的 超過火位的 是的 所以我會經常跟一些五號的朋友說 你要懂得知道什麼是責任 負你應該負的責任 因為你說五號人也是那些很需要負責 覺得負責任是很重要的人 他是被負責任責死的人 因為他某程度上 我講完這裏 我經常說他的負責任 其實很多時候是很不負責任的 因為他的負責任令到某些人沒有負責的責任 那些人可能是他的父母兄弟 老闆 同事 子女 都可能 他的負責任是超過火位的 我認識一個人 他是女生 他是一個五號人 他在貨倉裡點貨 那些貨是掉下來的 那些貨是很重很重很重 他用一隻手去頂 為何這麼傻 就啪一聲甩甩甩甩甩 但你明不明他做到這個動作 他是覺得他頂得到的 正正形容了五號人 他容易超過責任 他經常高估了自己的承擔力 因為他要負責任 他要做好人 他要無可指責 以他對而言 以他說不 是難的 撐得到他也會撐 撐得他也會撐 但他越撐得多 他是不是越沒有自由 他真的很矛盾 他人生很矛盾 很矛盾 然後呢 還有五號人 是 是 很多情 他是很忍得的一個號碼 是的 我剛剛也想問你 我聽你說過 五號人是不發脾氣的 少 少發脾氣 基本上他會 其實他對很多事情的指標很高 指標很高 是的 因為他努力做一個好人 對自己的欲求很高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好了 我努力做一個好人 我努力做到高分的人 你在我旁邊 你也算是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的標準也能夠過你自己 他容易很多事情看不過眼 所以他會很容易累積他很多情緒 他又不容易爆發出來 其實五號人 因為他要做一個好人 他會覺得 罵人 發脾氣 是一個低等動物的行為 他經常都會覺得自己 很有教養 很好 很明白事理 我認識一個女孩子 她也是 有些感情關係 你覺得那個男孩子 是很過分的 但她也是不停地容忍 不停地容忍 不停地容忍 這些事情是以斷連計的 是的 是的 她很有趣 生命很有趣 五號人 是會很吸引不負責任的人 在人生中 正是我的好朋友和她的男朋友的關係 那顆粒和特殊都在一起 而且很有趣 這些不負責任的人 會令到五號人想飛不起來 我有一個女孩子的朋友 她和一個很不負責的男孩子 一起住一間屋 這間屋是她買的 她給錢的 她所有東西的 然後男孩子的媽媽搬來住 男孩子的弟弟搬來住 全部都在那間屋 但她也是繼續這樣容忍 是的 所以這些故事我已經聽了很多 所以五號人的容忍度 但是五號人一爆 就是火山爆發 我想問她這樣忍忍忍忍到何時呢 忍到她爆發 所以五號人一爆發 是很恐怖的 其實五號人是一個睡火山 她不停地擠 它不停地擠 因為你不是見過水喉爆發嗎 為什麼 水喉爆發發 因為他會浮 因為他會引你 因為他不會引你 因為他不會讓他表達 所以我經常跟五號人說 所有的東西不要引 因為我經常用這個比喻 就是如果你不吃煙我吃煙 你見到我吃煙 如果你會覺得我要忍你 我要包容 吃煙有甚麼所謂 我忍到 忍到第十支我忍不到 然後我見到你沒有表示 我就會問原來你行嗎 你行的話就會繼續在你面前吃 然後我會吃一支十支 一包兩包 那天你心情不好 可能你那天的鼻子又不舒服 然後你又跟老闆吵架 然後你見到我又吃煙 可能我只是點燥煙的時候 你已經一聲罵我 嗯嗯嗯 可能那個衝擊力就會很大 那個力度會很大 但這個也更好 起碼它更好 但長期這樣捕有一個狀況 就是捕死自己 我教了這麼多年 這個我都覺得很普遍 在每人身上出現的 即使皮膚有問題 或者骨頭出現問題 嗯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明白 情緒是一種能量 是 而能量只是會轉化 能量是不會消失的 嗯嗯嗯 如果你有讀到少少數學 物理的話 所以它就會轉化成第二股能量 可能情緒就會轉化成身體的問題 因為我都講過 所有的身體問題 都是情緒的斷 你知道皮膚的問題 通常是乾火 乾屈就會皮膚出現問題 骨頭的問題可能是骨火 或者是骨的 即是它將很多的能量 放入這些地方 令到身體這些地方出現問題 是的 所以 真的 為了自己好 五號人 你的責任 真的要設定一個界線 給你自己 五號人的情路 會不會又是坎坷一些 因為我身邊 有些不育兒童 有兩三個女孩子 都是五號 你都覺得它好像很高 它容易吸引一個不負責任的伴侶 其中一個可能性 不過 我也認識很多五號人 它的感情 是 收不到的 因為它太好奇 太好奇 太好奇 是的 它的感情生活都很精彩 嗯 所以 很難說 我都說不可以用行動 把這些數字的人分界 但是 五號人 譬如我認識一個五號人 她有太太 有小朋友 她是一個好爸爸 家人對她很重要 但是 她跟她爸爸太太太太太懸殊 她出來都是她很出色的男士 而太太就是家庭主婦 和自信心都比較低 所以 她也認識了一些 跟她談得來的女士 但是 這件事令到她很矛盾 她又要做一個好人 好爸爸 負責任的爸爸 但是她不斷自殺自己 有一份這樣的感情 發展了 但是她這份感情 不能說對和錯 因為她真的可以和一個人交流 她也需要這份感情 令到她有些安慰 所以這件事 到最後真的發完了 東窗事發了之後 仲千夫所指 她的兄弟姊妹 她的爸爸 女方的爸爸 對五號人來說是超級大的事 是的 因為她要做好人 所以她取了自殺 哎呀 她取了自殺 她真的 真是不自由無靈死 我還想到這句話 嗯嗯 即是五號人 是一個這麼需要自由的人 但是很有趣 她的矛盾就是 用很多責任去綁住自己 她的責任就令到她沒有自由 嗯 這個也是挺悲劇的 但是真的 很有趣 這個人她死不去 嗯嗯 從此之後 身邊的人不敢說一句 她就維持這兩段關係 嗯嗯嗯 所以 哎呀很難說 誰對誰是誰非 但是每一個數字都有她的 學習的課題 學習的課題 嗯嗯 好了 五完之後 我們就去六了 嗯 六呢 在零數中 它是一個代表愛的數字 六 愛 而且它是要求完美的數字 嗯 因為六是重新開始 嗯 為什麼你的人生想重新開始呢 可能有些事情做得不夠好 那我就說算了 抹去我們繼續 這樣 這樣 她呢 六號人很有趣的 她接受不了不完美的東西 又或者是 如果不完美的日 她就不要 她容易推翻她的過去 推翻一些東西 而重新來過 即是因為要重新來過 好像我剛才說 不要了 我們才可以重新來過 一流是這樣 還有其實呢 因為有一些發生了的事情 是一個學習的經驗 嗯 很多時候 六號人要她去看和學 都有困難 因為她要完美 完美是另一件事 嗯 她需要完美 所以她的人生會經常都會 譬如那份工作令她失望的話 她就會由頭來過 找另一份工作 但是問題是 你不學習之前的經驗 你找到新一份工作 她又會重新一個模式 嗯 重新那個模式 然後她又否定了這個 這個又是不好 接著又去一個新的工作 很可愛的 六號人都很 其實我聽說 每一個號碼都是好人 嗯 每一個號碼都是好人 六號人對人很好 很需要別人說她好 嗯 其實都像五號 都像五號 但是六號人就是 六號的塔羅牌 由一至九號的塔羅牌 只有六號是沒有主角的 六號張牌是怎樣的 六號張牌是一男一女 然後上次有個天使 是沒有主角的 還有不是只有一個角色 是有三個角色在裡面 就是一男一女 所以六號人是一定要跟人借住 人對她很重要 嗯 所以六號人 如果你真的認識六號人的話 她永遠都是在看別人的東西 看著別人的東西 即是她看到別人好 她看到誰厲害 又或者是 例如去旅行 她買手信買了給全世界人 忘記買給自己 她永遠都不在她的主義裡面 她自己 又或者是公司的東西很重要 我自己的健康不重要 嗯 或者是同事的東西 幫了同事之後 她自己的東西沒有做過 嗯 嗯 嗯 但她永遠都會把別人的東西 把別人的東西放在她 跑去之前 六號人 是的 因為她有要求完美的 要求好 完美 漂亮 這些出發點在這裡 一個人要求完美 你猜在這個世界裡 誰最不完美 她當然是對自己最多要求的 對 所以很多六號人 做很多努力 令到她自己可愛 嗯 受歡迎 很厲害 或者是 令她保持有朋友 嗯 她會用很多方法去取悅身邊的人 六號人 是的 她很在意 多不多人疼我 多不多人喜歡我 嗯 挺有趣的 就是我試過有一次上課 有三分之一班都是六號人 是 然後我們就叫她 你的童年 你是否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不約而同 這些人 而且也挺多 因為日後我都問了六號人 說童年的事 我小時候的事 不是很記得 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我再去研究 原來我發覺這些小朋友 如果你的小朋友這樣留意一下 她忙著去取悅的大人 做一個乖的小朋友 所以大人覺得哪一件事好 我讀書就努力讀書 或者我做一個 她的焦點永遠在別人想她怎樣 明白 而這個人 一個沒有我的童年 嗯嗯嗯嗯嗯 她過了一個沒有我的童年 所以你叫她記住一些童年的事 沒有啊 她是不記得的 她的焦點永遠不是在自己身上 但你說她這麼追求完美 她不是應該最要求自己得最多嗎 但她出發點不是為自己 她是要整個環境都好像很好 可能她爸爸覺得你穿裙就最漂亮 她永遠都是穿裙 但從來沒有一件衣服自己選擇 她是為了自己 嗯嗯 又或者媽媽喜歡彈琴 我就努力去學彈琴 但我永遠都是 我彈琴因為媽媽得到媽媽一場 所以不是彈那一首她自己想彈的歌 OK 她沒有什麼跟自己的經歷 因為她的焦點永遠都是向外 嗯 看著她取悅她自己身邊的人 還有另外一個我留意得到的就是 你叫老人稱讚她自己 那實不懂得讚她 如果她全部向外 她通常會說 我對朋友很好 嗯嗯嗯 她的好就是因為她對朋友很好 明白 又或者是 我很肯幫人 她的價值就是來自這些東西 我是好人因為我幫人是好人 嗯 有很多人都很喜歡我 例如是這樣的 例如她的質素 我就會問她 你善良嗎 她說我善良 這就是你的質素 但她會看不到這些質素 嗯嗯 她的好是來自於 在別人的生活中有什麼價值而好的 哇 我想問她 如果她一個這麼追求完美的人 她對於自己 她會不會其實放大了很多她的不完美呢 沒錯 所以六號人是會不斷地怕自己 失去朋友 嗯嗯嗯 所以她永遠追求多些 好些 不同些 不如可能是讀多些書 令到自己做的事 再出色一些 又或者是 令到自己做的事有水準 或者是令到自己 在平均上 嗯嗯嗯 她對很多東西都有一些 她自己的標準和準則 六號人 那她會不會又很喜歡 要一大群人群住她 去令到她看到她的位置 各方面 通常在團體裡面 六號人就是那些 為團體做很多事的人 嗯 很有趣的 嗯 六號人的付出 是很帶著期望的 因為她要別人去賺她 是的 所以她會跟你計算外 嗯 她會傷害的 她會傷害的 即是你想想一個朋友跟你說 嗯 你記得了 你的生日我沒有忘記過 所以我的生日你也不會忘記的 嗯 嗯 你生病的時候我這樣對你 所以將來我生病的時候 你也會這樣對回我的 OK 你明白嗎 她會有期望的 她會對身邊的東西 她對人好的時候 她會帶著一種期望 我不是說她是壞人 嗯嗯 但如果她不斷去投射期望給你 你有什麼感覺 我其實這樣就會辛苦 我會怕我做得不好 而會傷害你 也會很容易傷害她 因為有時她未必中你的期望 告訴她 是的 我也試過和一個六號人相處 我試過有一次 我收到一個六號人的訊息 那個訊息就是 我想告訴你 你今年忘記了我的生日 不過我已經原諒你了 OK 是 你會感覺到她對你有期望 嗯 又或者是她會很在意 到底你愛不愛她 她會不斷去找愛的證據 如果你記得我們之前有一個集 是說愛得真是 其實我一直說的時候 一直想起六號人 想起六號人 嗯 她會不斷去找愛的證據 我們好像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六號這個訊息 六號人未說完 未說完 一會兒繼續說六號人 一會兒見 好 你好 剛才六號人說到不捨得收口 是的 剛才我們說了六號人去 對人有期望 嗯 我曾經說了五號和六號的例子 有一次我又去台灣上課 有一個五號的同學 然後其他同學跟我說 老師人我晚上上課後 我帶你去哪裡吃什麼 我很開心 因為你知道我三個人喜歡玩 然後又試新東西 然後我很開心 但你聽到五號人 有個男生 他的眼睛發光 因為他覺得五號人也好奇 很開心 放學的時候他說 你等一等 我告訴我太太 我和你去吃東西 他太太就是一個六號的太太 OK 他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打電話給他太太 他太太 就是足滿期待的一個太太 老公放學了 他打電話 老公你放學了 他說你快點回來 我等你 他說不如你先睡吧 我和老師去哪裡吃什麼 他就說你放學 不是第一個想見我嗎 我當然想見你 不過老師遠道而來 我和他吃點東西而已 他說如果這樣 不要緊 你去吧 我等你 你覺得對一個負責任的五號人 他會怎樣 他會死給你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太太等我 我也是晚上回來 否則他會晚上睡 這就是五號和六號的 很有趣的 有時候六號人 他的愛令你窄息 但他會不會也要 他只是用他的愛浸死你 但他沒有去檢查 那些事情 但後來 剛才我說的六號人 很難去看自己 他會覺得 我愛你而已 是否錯 或是 例如入一間公司 我覺得 老闆就是我們的家長 就是他的小朋友 那間公司 就是我的樂園 當然工作上 有很多東西 不是他合乎他的期待 他就會否定 這間公司人家都不好 老闆又不好 一字以書都不好 好 我不做了 做另一間公司 他否定了這一點 或者那間公司沒有好人 他會抄抄抄抄 而不是學習的實驗 他帶下一個經驗 就是因為他又是要抹掉以前的 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對做好人 我對所有人好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所以 六號人亦有一個狀況 就是他對所有東西都 因為他覺得一個人得到愛 是一定有條件的 有條件的情況 為什麼他會不斷令自己可愛 這些就是條件 我讀多書 我要學美 或者我要談吐優雅 他會有條件 所以他對人也會有條件 有些人比較友善 我就會對他好一點 有些人不友善的話 他對他的態度很不一樣 所以有些六號人 他的表現都頗白隔眼 他會否有很多準則 甚至有些人的表現就是 我不會去街市 我不會去街市 就算我去街市 也要去一些高尚的街市 明白嗎 他有一些他的標準在裏面 所以他所有的事都有條件性 如果你可以回去看 《愛的真體》那一集的話 其實條件性這件事 是在愛中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突然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對很多事情有條件 譬如會否很明顯就是 因為老婆很疼他 所以他就很疼他老婆 但譬如身邊有一個朋友 失望的話 他也跟他有溝通 不過他覺得朋友不太疼他 所以他回顧他又… 他又會對你冷淡一點 是的 當他找到另一個 接受他的愛 他又會對他比較密切 即是他就會有很明顯的分別 是的 是的 明白 我猜他會計算愛這件事 嗯 他會計算這件事 但是… 如果六號人有些 譬如你伴侶 對一個六號人住 那會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他永遠都控訴 控訴和控訴 可能因為你一次對他不好 甚至會會找到很多人一起控訴你 他也不會再原諒你 其實不是的 看似乎那六號人在哪個位置 有些六號人是不愛自己 不愛到 他被人傷害了很多次 都會繼續傷害下去 因為他會怕 因為他不相信他是被愛 其實六號人心底下的一句話 就是I am not good enough 我是不夠好的 嗯 所以男生有一個人愛我 我怕我沒有他之後 沒有別人愛我 OK 而他會忍受一段 不好的關係很久 因為他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其實愛自己是六號人 無條件地愛是一個課題 不過愛自己也是一個課題 嗯 所以有些六號人是很愛恨分明的 嗯 也有些六號人是很扭曲自己的 很委曲求全 嗯 行不行 行 因為他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看不到自己有條件 有條件無條件被愛 明白 明白 這個關係是否也關乎他的完美主義 沒錯 所以其實 有時看到六號人都很心疼 嗯 有些他不愛自己也很重要 有些我看到很多六號人 就是很向外很疼他身邊的人 但反觀他真的沒有好好地照料自己 或是你看到一個六號的人 他很標誌 很美女或是好好人 但可能另一半就是另外 你會嚇壞的 這樣也不定 OK 是的 那六號人就差不多了 嗯 是的 差不多了 講完六號人之後 那我們就進入七號了 七號 OK 七號就是 你記得兩個橙和七個橙的故事 我記得 那就是兩個橙選一個 你選擇一個爛的 你會覺得很不值 但七個橙讓你選擇一個 你選擇一個爛的話 那就超級不值 是不是很丟心的 是的 是不是很丟心的 所以你會留意 當你選擇橙的時候 你竟然有一種鬥志出現了 嗯 而這一樣鬥志在七號人的信上 都很常見到的 就是我不是爛橙 嗯 就算我不是最好的 我一定不會令自己是最差的 OK 七號人是有一種鬥志在 所以我經常跟七號人說 你真的要感謝曾經看不起你 那些人 嗯 那些看死你不行 覺得你不行的人 你一定會證明給他聽 他是錯的 就是他因為這樣 所以會激發起七號人的鬥志 沒錯 我曾經試過和一個小朋友玩過 其實也不是小朋友 他考大學的 那一年 然後他是一個一天到下 都在外面生氣的人 七號人 是七號人 然後我突然之間 用了一點激嘴發覺 我看死你明天的訓練 你不會 然後他就不發聲了很久 然後整群人想著去玩 我不去了 我要回家 所以他提出了很多打電話給我 我訓練完了 我全部認識了 是的 所以很有趣 七號人是一種 他最驕傲的器官就是這裏 嗯 就是他的頭腦 嗯 所以他會投資很多東西 在這個器官裏 絕對是 絕對明白 是的 他要學東西 他要學一些很專門的東西 他會所有東西都有興趣去涉獵 但他找到一件事 他真的很認真的話 他要鑽研成為專家 他才肯放手 就像你的營養師一樣 你找到一件事 我覺得你對營養師是有熱情的 嗯 是有你的激情在裏面 你真的會鑽研去到很專門 才會收手 即是你一定要讀到不能讀 你才停手 但也不是不能讀 你沒有繼續讀 我不讀了 我不讀了 我不同了 所以呢 七號人 如果你是七號人的朋友 請你不要說七號人 笨 七號人 你可以說我懶 但你不要說我笨 這是很大的侮辱 會呀會呀 其實就算現在我知道這個字不是在說我 但我想跟觀眾說我是一個七號人 你剛剛一說這隻字 我想告訴你 我是有很明顯的情緒反應 我是後面紅的聲音熱了上來 是的 因為你在記錄我一些 你的按鈕 是的 這個經驗是很不舒服的 你說我懶我什麼都沒有問題 但你說我蠢 糟糕 我接受不了 哈哈哈哈 好了 如果你正在選橙 我跟你說 這個甜 這個OK 選吧 沒有問題 你會聽我說 我不相信 哈哈 我要自己選 是的 你自己選了一個爛橙 心甘命底 是嗎 如果你相信我之後 選了一個橙是爛的 你會很痛恨 會 七號人 因為他這麼自慰 其實基本上 他會更相信自己的東西 所以二和七很有趣 二號就是 要答案的人 他要答案 但七號人要的是真相 所以你跟二號人說 對面那間餐廳的東西好吃 他就說 是一個資訊 對面那間餐廳的東西好吃 那就記住了 但七號人就是 你吃了什麼 你吃了什麼 你跟誰去 你花了多少錢 晚餐還是午餐 他就會開始 或者上網去看這間餐廳的資料 即是他會搜尋更多的資訊 給自己 看看你所說的東西是否真的 是嗎 然後 所以 其實另一個大忌 對於七號人 就是你騙他 是啊 是啊 我要知道真相 對於七號人 為什麼演繹有人騙我 我就會說 我寧願知道真相 痛到死 我也不要你騙我 對 所以 因為七號人 是這麼難信任的一個號碼 你還去騙他的話 第一 你騙他就是侮辱他的智慧 他還會被你騙到 第二 我不知道你明明 一個人 他已經腳不踏實地 他在踩一個波波池 人身就是 好像周圍都是地雷 你還扯他的腳 你說對於七號人 你還扯他的腳的話 他就會更加痛恨你 因為七號人的質疑性 有時候也挺神經質的 會的 還要打垃圾回問都督 他甚至會質疑自己 我講一個故事 我想你會明白 就是我試過以前 就是經常有個男生 上來我中心 因為中心有很多書 我們賣書 我們上來看書 有些人不賣也沒問題 他經常上來看書 是個中學生 他看書是在我們以前的房間裡 我們的辦公室在外面 他突然衝突出來問 他帶著一個標 他問你現在幾點 他說現在可能是三點半 問你幾點 你也不知道幾點 我有電腦 他說現在三點半 他說 他連自己的標也質疑 為什麼 因為七號人是覺得 所有東西都有機會善他的 所以他們都容易有陰謀論 所以七號人只是相信 他自己找出來的真相 他自己看到的東西 他很有趣 所以七號人 這就解釋到七號人喜歡學東西 七號人是很喜歡學東西的 很喜歡看很多書 喜歡看國家地理頻道雜誌那些 那些知識性的東西 因為他通常要投資在這裏 因為當你知道到東西多的時候 你就不容易被人騙 是 因為你有資訊 所有東西你都知道些 你就不要當我是Lulu 不要當我是白癡 然後我什麼都知道些 他會不斷配備自己 不容易被別人騙 會 甚至乎有些人會告訴你 你有些什麼權威什麼 權威什麼 權威什麼 你會打個問號 直至你自己看到那份書 你就會得到那個資訊 是的 當七號人認定那件事是真相的時候 他就不容易接受另外一件事 那個狀況是怎樣 就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我一個朋友 就是女士 她的婚姻滑鐵路 滑下來 然後她接受不到這件事 她就頹廢了幾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一群姐妹想怎樣 我拖她出來 她就問你肯起生了嗎 原來在這段時間 差不多幾年的時間 幾年 四五年 幾年的時間 她就把這個男士 和她相識的經過 搜集 排日期 排日期 其實她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不是蠢的 她做了這件事 然後我們這樣說 經歷了些甚麼 她跟我說甚麼 所以我們一起 她在排日期 在排 其實她在尋找證據 為何我這麼蠢的 我不是蠢的 她一直做這件事 幾年時間 是啊 然後我看著這些東西 我說是 這個人當日愛你 當日對你這樣 這些所有事都是事實 今天這個人已經不再愛你了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因為對她來說 要她接受和她相信的東西 不一樣的人 的時候 她首先要否定這個人 嗯嗯嗯嗯嗯 你明明那件事 對她來說是不行的 嘩 真辛苦 因為 二號人不喜歡錯 但是七號人不能錯 那二號人加了 七號人不是撞到甚麼 都挺鬥脆的 但她經常都在一起 撞到很厲害的 她們喜歡討論很多東西 不是 她們就以為自己在討論 外人就覺得她們兩個都不知所謂 但是她們都很友善的 因為她們是隔口型的 有些根本性的東西會類似 是的 另外一個例子我也很深刻的 因為七號人多二性格 我認識一個女生 她是來我的班上課 很少可 我教塔羅 去到做練習的時候 我說 誰想出來做白老鼠 做Demo 然後她就舉手了 我說 是的 你想問甚麼 她的問題是 我想看看我和我牙牙的關係 我和牙牙的關係 我和牙牙的關係 你和牙牙有甚麼關係 她的故事就是 她是一個非常美女 很美女的女生 她在北京居住 然後她說她 因為她覺得牙牙不夠美 就酷牙 如果你是七號人 不要容易酷牙 因為你明明酷牙要酷多久 酷一兩年 是的 一個多二的人酷牙 在酷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就開始去想 這個人酷得對不對 是否酷得好呢 她去看別的醫生 去證明 第一個醫生是否正確 看著一個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又覺得很不心安 再看第三個醫生 看看那個醫生是否正確 她始終會遇到一個醫生 就是 那個人當然覺得不好 一定有的 你任何專業人 在不同角度去看每件事 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我是你 我就不會這麼酷了 那個人 我不知道是免財 還是甚麼 她和牙牙過 但你明明 很多鐵線是傷了進去 是的 她就這樣把它剪掉 再鋪多一次 其實是鋪得更加不好 嗯 好 還有那些膊口 其實是 她的鐵線剪斷了 她的鐵線會 有時會彈出來 之後 刮穿她的口 她要進去醫院再做過 她就不斷重複這件事 而且她越鋪 她的鐵線剪斷了 哎呀 然後她就 她那次來香港的原因 就是希望在香港找到醫生 跟她再做 但在香港很多牙醫 一看到她的鐵線剪斷了 她說我沒得跟你做 為甚麼 她說我免得你去賴我 你鐵線剪斷了 你鐵線剪斷了 她的鐵線剪斷了很長時間 我從來沒有咀嚼的感覺 已經很久了 咦 但咕咬眼 可以照的 她的上下額是合不來的 是胸朗朗的感覺在裡面 OK 她已經歪到這樣 嗯 然後 她又不知幸運還是不幸運 她又遇到我 我又認識一個叔叔 她真的在香港大學的 菲利普牙科當教授 她就把這個案件交換 她說太好了 這就是醫療生物的研究案 嗯嗯嗯嗯 她就拿了這個女生做一個研究案 跟她交換好朋友 嘩 嗯嗯 所以這個令我很明白 7號人的質疑 有時令到她的生活 嗯 很多不必要的事情 嗯 質疑呢 關不關於7號人呢 即是無端端的 她就會擦擦擦擦擦 然後就發現了些驚天大秘密的事情 嗯 她怎樣都會證明她是對的 嗯嗯 因為你明不明白 即是每一個信念都會創造她的實相 嗯 所以她會 我經常都說 每一個人都會做到最後 證明她是對的為止 她才肯收手 嗯 例如6號人 一定會找一些人去害她 證明她原來你是不備愛的 嗯 為止 又或者5號人一定會創造一些人 令到她的責任擴展到沒有了界線 她才會安樂 嗯嗯 例如是這樣 所以 所以 還有7號 還有7號的好勝心 也是一種害死她的事 嗯嗯嗯 我又有一個個案 實在有太多個案 就是有一個男生 當然你教了這麼多年書 是的 有一個男生是打羽毛球的 嗯嗯 她就上這個 上我的課 她說她喜歡贏的感覺 她喜歡贏超越的感覺 但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剛剛生手 她在一個沒有預備的狀況之下 被人打敗了她 打敗了她 然後這件事令她很大打擊 然後她一直去看那個圖 我不知道她 她怎樣準備好自己 跟這個男生再遇上對賽 嗯嗯嗯 她就很準備好自己去打這場比賽 打到別人落花流水 當然 嗯嗯嗯 但是她打完這場比賽之後 她從此就不再打羽毛球 因為她不想再有機會輸 我不會再讓你打贏我 行不行 所以有時 7號人的得失心 是強得很厲害 嗯 會強到 怕輸不去贏 強到怕輸不去贏 是的 她情願 好這件事我都沒有把握贏了 我就不玩 嗯嗯 都幾屢見不爽的 就是那件事 我都不可以proud of這件事 我都不可以突出的話 我知道少少我就會收手 又或者是 她需要被人讚的感覺 嗯 她需要在那一範 她是出色的那種感覺 嗯 7號人 嗯 因為你剛剛一直說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都7號 嗯 但是呢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都 拌了另外一個數字 我發覺有些事 沒有那麼徹底 一些就是很有感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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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真不真人騙你 我真不真人騙我 又或者當你發覺那個人是騙你的時候 你有甚麼反應 我很大反應 其實我內裡是大反應 你那種被人騙的感覺 你是會否定很多自己的事情 即是覺得自己沒有了價值 會有很多這些情況 會 會 但我曾經聽你說過 因為7號人 她是很討厭被人騙 但反過來她是否也很聰明 說謊之類的 哦 7號人 她有些表現 她即是很真 或者她的人很假 嗯 因為她對所有人 是這麼質疑的時候 基本上她不容易相信人 嗯嗯 她會很容易有一個質疑 對出發點 嗯 甚至和你做了很多年來 突然想想 她是沒有朋友 她會這樣的 即她是動動為朋友 她連自己也信不過 你明白嗎 嗯 所以 我經常說 有一個朋友 我很欣賞她 她是一個很真的7號人 嗯 黃占先生 嗯嗯 她是一個很真很真的人 很可愛 嗯 但你不要挑戰她的專業 嗯 她不挑戰她的專業 她就是專家 她就是才子 明白 但有沒有人騙她呢 小不免會有機會有的 生意上也有 真的 那另外一些7號人 就會很合格 為什麼要讓你看我的真面目 因為她對真有令我很捍衛 所以她 我不會容易讓你看到我的底線 讓你看到底線便容易被打敗 嗯 她容易樹敵 還有她有很多假想敵 7號有很多假想敵 是的 還有她人生都容易出現對手 嗯 是的 她容易 因為她有好勝心的話 我認識一個人她是在政府部門做的 政府部門沒有什麼敵人的 那份工作是很穩定的 但是她說這樣很悶的 所以她就不知道做一些 在大廈的樓上做一些不知什麼工作 她就會看看我做個案多 她會暗地裏和別人比賽 嗯 嗯 然後她就會很開心 我贏了 這樣她自己暗地裏更開心 她喜歡這種感覺 即是她喜歡那種競爭的感覺 她喜歡贏 優越 勝利 還有 有時候7號人都很控制 她不喜歡被人滑的感覺 但是你說8號人控制 8號人都控制 但控制的出發點不一樣 好的 我們今天講了5、6、7 今天講到7號人控制 接下來我也知道8號人都很控制 8號、9號和0號 然後呢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來到這裡 下集我們就會講一下8、9和0 看看究竟7號人的控制 和8號人的控制有什麼不同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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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